杨秀慧 参与主持活动晚会 是各大综艺节目邀约的特别来宾 后来也参与偶像剧的演出 在演艺圈中也是出名的校女 深获观众好评 性格大气 充满喜感与欢乐 精通台与礼语 时常给观众带来许多欢乐 她侍奉长辈至孝的风范 与敬业乐业的精神 不仅赢得社会大众喜爱 更值得晚辈后进学习效法 听娱乐八卦聊明星故事 就在娱乐白小生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杨秀慧的故事 近日台湾著名艺人杨秀慧 深夜突然与好友白云官宣在一起 并放出亲密合照 照片中杨秀慧穿着路腰休闲服 手搭在白云的肩膀上 笑得一脸得意 而白云则穿着黑T短裤 一手绕过杨秀慧的腰间 但是脸上表情看起来像是苦笑 两人食指相扣 看上去非常亲密 此消息一出 震惊台湾演艺圈 但第二天早晨 两人一起吃早饭开直播 宣布经过一晚的深思熟虑 我们还是做朋友比较好 而旁边的白云则拿着纸巾眼面哭泣 杨秀慧立马安慰到 我会对你负责了 你不要哭了 这一段结束后 两人便放声大笑 令网友疑惑 随后两人一起解释 昨天是一时冲动 在一起喝酒而已 今天两个人退回朋友 并且在直播间互相嫌弃 嬉笑打闹 俨然一副好朋友的样子 并称 如果我们在一起 脱光会笑到早上 在直播的最后 两人也郑重发声表明已经分手 至此 二人的恋爱闹剧已被澄清 据悉 杨秀慧出生于台湾 曾当过歌手 演员 主持人 之后凭借说话直爽俐落 成为各大综艺节目的热门人气嘉宾 而白云 1970年出生于安徽 原名李国宏 是台湾知名搞笑艺人 常以丑化自己来搞笑 经常出现在各大综艺节目 两人因参加台湾综艺康熙来了 而成为好友 杨秀慧性格直率 幽默又犀利的机制反映深受观众喜爱 因此也成了各大综艺节目的常客 不过 身材及面貌都保养得宜的她 唯独感情一直找不到归属 她还曾透露 自己十多年前也曾遇过真爱 不过当年的杨秀慧将重心全都放在工作上 没想到最后一次听到对方的消息时 南方竟已经离开人世 成了她一生的遗憾 杨秀慧还曾在节目单身行不行中表示 十多年前她曾和一位比她大13岁的男友交往 当时南方对她百般呵护 处处宠爱她 就连杨秀慧某次生气将男友要价好几十万的音响丢下楼 对方仍然没有生气 反而是笑着安抚她的情绪 除此之外 男友还跟她说 你就不要唱歌了 我们买个房子然后就结婚 最后男友甚至承诺 即便不结婚 也愿意买一栋房子给她 但杨秀慧最后并没有接受 由于当时杨秀慧事业心强 一听到要走入婚姻 无法再继续工作 她立刻就拒绝了男友 还怒枪对方 我的兴趣就是唱歌 你要等就等 不等就算了 杨秀慧随后便到外地工作了一两个月 期间也没和对方联络 随着时间过去 两人也就渐行渐远 怎料杨秀慧最后一次接到有关对方的消息时 竟是男方已经因心肌梗塞离世 而十多年过去了 杨秀慧偶尔还是会回想起和对方相处的种种 她难掩失落地说 这个人才是真正对我好的人 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遗憾 只有对她 杨秀慧个性直率犀利 2014年还曾任爱小四岁的生计公司老板李先生 曾修报认识13天就火速开始交往 还想在50岁高龄为对方生小孩 不过 他近日惊传已经和男友分手 因为分隔两地造成恋情转弹 还火速有了一位同事圈内人的新欢 感情不孤单 据联合新闻网报道 杨秀慧敌不过远距离 宣布和生计公司老板分手 却笑说不会觉得难过 因为身边已经有了新的对象 才刚约会吃饭 他过去跟李先生爱得高调甜蜜 未料交往约一年半仍分手 无奈透露除了距离之外 家人的感受也是原因之一 家人不喜欢他 没得到祝福的爱情 我宁可算了 而出道20多年的杨秀慧 情路也是十分坎坷 他曾在节目中自曝15岁时 遇上初恋情人 把第一次给了对方 虽没说对方是谁 但对比他过去曾上节目 承认15岁时和音乐鬼 才郑敬一交往 大家都猜出他说的第一次 就是给了风流成性 却十分有才华的郑敬一 事后杨秀慧笑说 我没指明到性 这是你们猜的 但也没正面否认 郑敬一曾为宣传新专辑上 至尊百家乐 却意外被爆出28年前 跟杨秀慧的情史 杨秀慧因此不愿跟郑敬一同台 他说 我15岁就跟他在一起 童真也献给他 没想到他劈腿高筋素眉等人不说 还骂我不该在电视乱讲 我连看都不想看到他 年代至尊百家乐录像时 制作单位找来杨秀慧等女星 跟郑敬一进行麻将比赛 他到现场才发现要跟郑敬一同桌 那时想退通告已经来不及 提起他跟郑敬一的情势 他无奈说 我的确15岁就跟他在一起 第一次也是献给他 但这又怎样咧 那天又看到他 想说当年真的是眼睛糊到闲子肉 杨秀慧和爸爸阿西多年前录制 冰火五重天时大方提起往事 当年很多前辈都会来自己家 郑敬一场窝在沙发 打麻将时还会请他占位置 还保证要指导他学唱歌 弹钢琴 没想到琴衣没有进步 却聊着聊着开始交往 看电影成为男女朋友 后来郑敬一跑遍全台表演 和杨秀慧聚少离多 渐行渐远 感情自然大了 他透露 郑敬一曾经在楼下手拿半瓶酒 按对讲机问他要不要跟我走 去别的地方生活 杨秀慧说自己放不下父母 不能跟他走 一下楼去 对方就坐上出租车走了 这段恋情无疾而终 他也没向对方讨说法 不过后来有次偶然发现 有女孩坐在郑敬一大腿上 他说是干妈的女儿 我就这样被他玩弄了二 三年 至于为何不愿跟他同台 他说他怪我不该在电视上说 跟他的事情 说我乱讲 既然如此 我也不想看到他 搞不好他还认为我在利用他 不是说他有为某女星想要了解生命吗 怎么这样都不会死 郑敬一在节目录像时被许乃林亏 你如果那么好 为何要离婚 郑敬一说是为了让前妻陈朱莉 找到更好的对象 不过对于杨秀慧的说法 郑敬一左回应说 这都是他耍三八 胡说八道 杨秀慧透露 算命师说他是小三命 后来工作结识一个已婚的老板 去大陆工作时被对方猛灌酒 还以权势逼迫硬上 他一度以洗澡为由逃脱 没想到对方又苦求见面 要跟他道歉 他无奈之下赴约 最后失身 为了工作选择忍气吞声 两人不正常关系 竟然纠缠了十二年 他不吵不闹当个沉默的小三 最后正宫抓包痛乔才分手 如今五十六岁的始终顾家寡人 大家都十分替他着急 聊到近日的感情状况 杨秀慧也大放表示 最近有个小我五岁的圈内人在追我 但那个人真的太小气了 杨秀慧表示 对方实在太抠门 让他无法接受 听到对方公开放话要追他后 他毫不留情直接博道 我跟你 这辈子就是当定朋友了 除此之外 身边的朋友也积极帮他介绍对象 对方是一位有钱人 但却始终不透露年纪 直到最后才坦诚自己其实已高龄六十八岁 杨秀慧得知后苦笑拒绝 并直言 我也想要雨水之欢 不能还要我照顾他吧 看来秀慧姐的好姻缘还要再等等了 好险没跟不对的人交往 也没被有钱人骗婚 命缺勿滥才是对的 而在2021年10月24日 杨秀慧也在某节目上爆料了这一片段 还引起了网友热议 当天杨秀慧声称 有一位吸引已久的女星被某富豪包养 但却被对方打进医院 杨秀慧表示自己就认识那位富商 刚开始还有朋友想撮合他们 富商的个人条件确实还不错 是某建筑公司的董事长 身家不菲 而且状态保养得很好 牙齿洁白气色红润 一问才知道对方居然已经68岁 把杨秀慧都惊呆了 但因为年龄差距过大 杨秀慧并没有继续和对方发展 后来她遇到了一位吸引已久的资深女星 聊天的时候对方透露说正在和那位富商交往 男方每月会给她三万台币 可是富豪在床上有非常特殊的癖好 把女星折磨得伤痕累累 每次都要去看医生 还问她要不要帮忙报警 最终这位女星也无法再忍受下去 选择离开 今年56岁的杨秀慧已经出道几十年 在娱乐圈自然目睹经历过很多事情 只是这个爆料的真实性还是存疑 毕竟现在明星的薪水基本都很高 要求也很高 也不知道那位资深女星怎么会沦落到 为了三万块就出卖自己的地步 不管怎么样 还是希望大家都能理智吃瓜吧 不管以前如何 往事暗沉不可追 来日之路光明灿烂 希望杨秀慧越来越好 女星杨秀慧深耕演艺圈多年 在节目中讲话幽默 个性直爽 夸张的表现总能瞬间炒热气氛 就连出外景的体力节目 玩起游戏也是拼尽全力 豪爽的性格深受观众喜爱 不过在去年 他突然宣布不再接演八点档 不再接外景游戏节目 令粉丝们相当震惊 透露拍八点档是要用命去换钱 到家休息不到两小时就又要上班 一度累到必须边开车边捏大腿提神 现在的他 希望将更多时间留给家人 而且也更注重自己的养生 怎料 杨秀慧日前自曝渐渐渐时 发现大肠癌指数超标 甚至被断定大肠都黑掉了 身心煎熬的他赶紧立以主 自此之后也决定戒烟 杨秀慧日前在谈话节目 医师好辣透露 自己每年固定都会前往医院抽血 做健康检查 但他到50岁时都还在抽烟 起料 检查结果竟发现大肠癌指数超标 已经超出正常人两倍 于是医师赶紧安排他在一周后 进一步做大肠镜检查 对于大肠癌指数超标这件事 杨秀慧一直感到忐忑不安 非常忧心 等待的时间对他来说都倍感煎熬 内心不断祈祷 自己身体没事 身旁有人得知此事后 表示可以替他到宫庙通灵 于是杨秀慧便把生辰八字给了好友 四小时后 有人再度来电那个通灵的说 你下半身的肠子都黑掉了 已经是大肠癌第四期 挂掉电话的杨秀慧开始崩溃大哭 脑中立即闪过许多事情 包括是否要跟父母说财产该怎么分配等等 并决定先立好遗嘱 之后再做大肠镜检查 确定离癌后 再将此事告知家人 交代后事 癌到了第八天 检查结果出炉 索性杨秀慧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 但有了这次惊心动魄的经验后 杨秀慧决定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 愈来愈注重养生 也下定决心戒烟 杨秀慧 1965年2月25日出生于台湾 演员 歌手 主持人 18岁签约中式演戏 后来转行做综艺节目 说话以直爽利落着称 成为各大综艺节目热门人气嘉宾 参与的电视综艺谈话类节目有 麻辣天后宫 今晚谁当家 一代女王 康熙来了 哎呦我的妈 万秀珠王 我爱大小姐 望猴麻吉 女人好犀利 综艺大热门等 2013年 发行个人首张唱片 阿母的美丽与哀愁 2014年和2015年 延续获得康熙来了 两届年度通告王 2016年 主演民事八点档 加油 美玲 女星杨秀慧 靠着敢说敢言 自然不做作的个性 深受观众喜爱 不过 她仍单身至今 但其实过去也曾和陈文山 以及马国贤传出绯闻 近日 杨秀慧搬了新家 还不忘邀请绯闻男友一起庆祝 不过合照一出 白云的手被发现摆放的位置 好像不太对 立刻引来留言区热烈讨论 自照片中可见 杨秀慧身穿粉色上衣搭配牛仔细 整个人横躺在白云 陈文山以及马国贤的手上 三个大男人合力抱起杨秀慧的模样 看起来有些吃力 而杨秀慧则在贴文中 大放写下我的绯闻男友通通到齐 文末还附上一个脸貌爱心的表情符号 网友们也纷纷送上祝福 直呼秀慧结好幸福 哪一个才是真的 杨秀慧突在个人脸书 PO出与白云的甜蜜合照 宣布我们在一起了 让众星友及广大网友惊喜不已 连他们的朋友都狂追问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白云对此则是亲口回应了四个字 被认为是确认了与杨秀慧当今的关系 脱单文不过一晚就狂吸八万赞 而因为童矿照中两人表情差异很大 杨秀慧笑得甜 白云则是面露迥样 惹得万老师郭玉琴也耐不住好奇追问 白云哥的表情怎样回事 结果调出白云本人回应 出事了啦 小贤接着道恭喜 白云则回应 最近大家心情不是很好 冲喜 冲喜接连两度亲回的答案 被认为是认了与杨秀慧的关系 杨秀慧和阿文 私下是好友 在和拍一支喇叭 吹All Night MV 获得许多关注 还曾爆出乌龙绯闻 未料如今反目成仇 他屡次在脸书发文 影射阿文向粉丝借钱 让旁人相当讶异 针对此事 阿文佐也发文解释 从小和妈妈相依为命 妈妈曾在病床上贪了十年 生活相当困窘 母子只能泪眼相对 如今面对严峻瘟疫 很感谢贵人和朋友们支持和鞭策 未来会继续努力 底下留言有不少粉丝给予鼓励 白冰冰则表示 七年前将台一线东燕 阿文纳入旗下 严格教导做人处事和演艺表演 但影视圈相当残酷 新人存活不易 老将也未必能获得工作机会 东燕 阿文都是要养家糊口的人 单靠我爱冰冰瘦一个节目无法为生 他的财务状况不好 经济环境窘迫 向几位熟识的人开口借贷 结果引起轩然大波 杨秀慧深夜更新脸书 晒出一张和许富凯的合照 照片中只见许富凯伸手搂住杨秀慧的肩膀 而他也展现出小女孩在依偎在怀中的模样 两人面带微笑对着镜头 看起来非常甜蜜 谁料杨秀慧竟透过文字 爆出许富凯可爱的一面 他在贴文中写下 许富凯弟弟也太害羞了 我投靠在他的胸膛 竟然听到他心脏加速起跳 接着我抬头看他的脸居然红通通 哈哈弟弟 姐想你应该还是在世的酷 贴文中杨秀慧以子子调戏弟弟的口吻 逗趣发言让一众网友笑翻在地 纷纷表示因为秀慧姐 美丽动人 身材又好 男人看了会心动 生性害羞的金曲歌王 真的很可爱 姐弟情深 好棒的画面哦 莫非他的心脏在右边 郎才女貌 真的是很喜欢豆小鲜肉 艺人白云和杨秀慧曾开玩笑认爱 短短不到一天又和平分手 引来许多网友热议 不过这个斗趣互动竟遭到不肖业者盗用 白云在社群平台分享一张广告截图 截图中可以看到白云的照片合成商品广告图 还用白云的口吻写道 跟秀慧在一起 总不能满足她 年纪大了 形势后会很虚 最后 我们还是分手了 原来这是壮阳要业者 盗用她的图片来打广告 最后还说 因为吃了该产品 现在新交的女朋友 都夸她真男人 对此白云气到血下 这样也要骗 这是骗人的 并标注了内政部警证 鼠宝安景查第二总队 希望能够处理这些不肖业者 盗用肖像做广告 白云的PO文贴出后 包括艺人好友唐灵 唐从盛都傻眼说 这是在演哪一处 太恶劣了 由于白冰冰 我爱冰冰受面临停波危机 并且版权问题 恐有6000万的巨额问题 最近圈内有传世杨秀慧 因不爽节目地主持人 白冰冰旗下台一线成员阿文 依而操盘整起事件 对此杨秀慧最近露面爆哭说话了 在开直播时 杨秀慧因为带爸妈吃火锅 所以感性透露 把老人家顾好就好 然后突呛 管他其他妈妈嫁给谁 其他外面的事 不是我的事情 我神妖都可以不要 真的 我神妖都可以不要 另外杨秀慧强调 不管外面风风雨雨 只管做善事 哪有善事就往哪去 只是提到爸爸 杨秀慧情绪溃低 因为他原本扶着行动不变的父亲 结果走到半路 他就哽咽说道 我爸的脚不行了 杨秀慧说 看到爸爸这样 真的很难过 但也不敢在爸妈面前掉泪 坐上车后 他脱下口罩 整脸泪水 但爸妈上车 瞬间又装没事 都让粉丝心疼 谈及父亲脚伤 杨秀慧开直播透露 目前对方也可以走路 但动作较缓慢 因为医师不建议开刀 只能靠止痛药缓解疼痛 此外 粉丝追问眼睛状况 杨秀慧透露 曾雷射过的眼睛较脆弱 日前录像时太过用力 才导致出血 他坦言 近来减少许多录像 早上的节目都拒接 直接下午后的通告 因为自己会爬不起来 宣布要展开着慢活人生 妈妈在一旁补充 这种调整叫好 因为女儿太过忙碌 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为何退出八点档 和聚接外景节目 杨秀慧受访坦言 只是因为年纪到了 较注重养生 但还是会接谈话性节目 并非要退出演艺圈 如今再次宣布 减少上午工作 准备度过慢活人生 炎 中文字幕志愿発 2 2 2 4 5 7 7 7 9